罗东正公所获得罗东代表会的权利支持 编列了4540万的经费 推出了半半油冷气计划 在全镇八所国中小学的333间教室 总共装设了541台冷气 为学生打造夏日良好的学习环境 而公所现在更把节能冷气的 108万2000元的货物税退款 全数招有各校 专款专用来补助清寒血统的冷气使用费 三番油冷气 都从民党进言后 政府的节能简单的一个政策 我们使用绿色消费的政策 每一台冷气退了货物税 每一台退2000块钱的货物税 所以各个学校 从有9万到20几万的 这样的一个退费 所以这个货物税本来应该要交还给罗东正公所 因为这个是节移的部分 但是公所本于我们对于学校 他们的本身的这个业务费 已经不是很多 然后对于这些弱势的小朋友的家庭 我们对电费的一个补助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一笔款项留在各个学校 让各个学校能够专款专用 由于学校做处理 然后对于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缴交电费的时候给予一点补助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美意 那希望也能够让中央的这样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机制 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小朋友 罗东斑斑有冷气的计划当中 各校装设冷气机的数量不同 各获得9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款项 其中国华国中是最多 有20万元 其次是北城国小 也有16万6千元的款项 校方也把这笔款项用在增加教学设备 以及补助涉及在罗东的清寒雪桶冷气使用费 减少弱势家庭的负担 大国中装了大约90摊的冷气 那我们每一台都有退货物税 因为我们的冷气是节冷的部分这样 那也退了大约将近20万的经费这样子 那也感谢中工所把这笔货物税的退款 给学校可以自主自由的来使用 我们除了补助这个 缴不起电费的海桶之外 也会把这笔脱税的经费 用在于学校的硬体设备的改善 我们会充实学校资讯设备 教学的一个部分 那也会把某些经费 补补在学校团队 对外的比赛跟训练的部分 是有这个16万多的税务 这样的退税的经费 我们就觉得以那个正工所这边的本意 能够来帮助弱势的学生 他们能够透过这个经费补助 然后一样可以来吹冷气 这个是我们当然是很乐观其成 我们也会依照那样子 有这个经费然后来做这样子的 帮助弱势学生的一个 降加利用 因为它其实也是冷气的专款专用 谢谢 罗东斑斑有冷气计划 加会了镇内8000多位的国中小学童 镇长吴秋林认为协助各校安装冷气机 以及改善供电设备是第一步 后续的电费跟保养维修 还需要各校自行处理 所以这笔税款交由各校专款专用 补助弱势学子的冷气使用费 也让这项计划更有意义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